基于50700P打造的平头房车 甚受不少车友的喜爱 今天就给大家找来两款特点鲜明的车型 一款是拥有同类型最大空间的新兴房车 一款是带有四驱系统能越野的征服猎鹰房车 第一款新兴50700P双拓展 指导价为65.8万元 看点空间超大 水电配置高 整体车身外观给人的感觉就非常的简约大气 车身尺寸长度599 宽度2米41 高度3米2 采用一个航空铝板2毫米厚 安全系数非常的好 双拓展的车型 侧方和后方都有一个拓展舱 这辆车的动力方面也是比较大的马力的 5.2T柴油发动机 匹配了一个6档自动变速箱 而且是美国进口爱立逊的 最大功率139千瓦 最大扭矩510牛米 C本蓝牌可以驾驶 只不过新手要开的话 需要稍微适应一下 大家可以看 整个车里的空间真的是比较充足了 这个位置是沙发的休息区域 这个大沙发是真的特别舒服 我在这坐着就不想起来了 后置横床尺寸也比较大 2米2乘1米55 这个睡两成年人完全没有问题 前方额头床尺寸2米2乘1米45 睡两个成年人也没有问题 服务房区域的空间也是比较大的 一个电磁炉还有这个洗菜池 洗菜池的空间也真的很大 车门上方家用的格力变屏空调 平时咱们这个冷热风吹风也非常方便 卫生间的区域也是比较大的 单独淋浴在这 我在这洗澡转身什么的 完全没有问题 这车的水电配置呢 是3000瓦逆面器 24伏600安时里面 相当于有14.4度电 而且车顶满铺1700瓦的太阳能板 水的方面呢 300升清水箱 70升的污水箱 可以做到用电用水无忧了 第二款征服猎鹰科罗拉多W 指导价为75.8万元 看见四驱越野版平头房车 长度是599宽度 在2米3高度在3米2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车的 这个外观的喷汇图示 也是非常的帅气的 车尾部也给大家做了 很充足的储物空间啊 行李再多也是不用担心的 外部配置户外厨房 洗菜池电磁炉 包括充足的储物空间 各位大厨可以在这大显身手了 我现在所坐的位置呢 是这个沙发的对卡座区域 这里呢就是空间 也是比较充足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桌板呀 是真的是非常大 车内还有一个厨房 也是操作空间非常的可观 电磁炉洗菜池 上方配备的抽油烟机 下方大面积的储物柜 车身周门一上来 就是这个车的控制面板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控制面板非常具有的机械感 卫生间的空间区域呢 供一个人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啊 这个马桶 与咱们以往见到的合适马桶不同 它很像咱们家里用的那种家用马桶 后置横床呢 睡两个人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上方配了一台大容量的储物柜 平时大家有什么随身的换洗衣物 都可以往里面放 这台车的动力方面呢 搭载的是一个5.2T的柴油发动机 6档自动变速箱 并带有4区系统 并且呢 油箱方面配备的100升的主油箱 240升的副油箱 总共有340升的油箱容量 百公里油耗16到18个左右 水电配置方面呢 水箱是410升的清水箱 30升净水箱 70升灰水箱 并且还有130升的黑水箱 电的方面呢 24伏48伏的双发电机 并且还有48伏10度电的锂电池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想了解更多的房车资讯 请请关注房车情报 我们下期再见了